洪杰一世的南台湾海鲜塔 加上了经典的沙茶炉 陈就了一段傻人有傻福的创业故事 本来是物理治疗师的蔡大为 再次偶然的机会到了台南 品尝到当红的海鲜塔 新鲜的草丘 白虾 蛤蜊 每一层都是满到不能再满的鲜味 还有用扁鱼做的汤头 樱花虾做成的沙茶酱 这一味让蔡大为惊艳万分 向创始店老板蔡孟伟开口 请他传授厨艺 当时店里的生意是天天客卖 有许多捧着大把钞票 上门拜师的人 但都被蔡孟伟拒绝了 而蔡大为为什么能够 说服老板传授呢 一起带您来看看 你一定要自己下去 你才有办法说把这些东西 全部顾到最好的品质 之前有追到八成就九成了 每一层打开都有一个荆棘 天下 再来就是什么蛤蟆 再来那边吸来 每一层都很漂亮都很新鲜这样 有鱼 有虾子 有蛤蟆 有花汁 吃到很棒 很好吃 对 一层一层让人惊呼的海鲜塔 新鲜的程度就像是显牢美味 但飘香的地方俯靠鱼港 而是在新庄的一家餐厅 一手端菜的就是这里的老板蔡大为 七十九年寺的他 外表稚气 颜慈腼腆 外起海鲜来却是家事十足 层层海鲜塔的最下层 是独门沙茶火锅 堆叠的幸福感 让店里随时都有着围炉的氛围 每到用餐时刻 厨房就像在打账 我想真的 我们能在新庄开这么久 然后又没有竞争对手 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点在那边 就是人家模仿不来的 我们不是做冷冻的 其实我们讲真的 没有在赚成本 台湾客人问我说 你们虾子有几只啊什么的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摆满 满到不能再满的海鲜 只用清蒸保留住原味 除了石斑鱼需要先玉蒸之外 其他海鲜食材 大多两三分钟就可以搞定 来 起来 这个是小层的 对 后切透抽 锅跳白虾 还有整层满满开口笑的蛤蜊 李曾的高汤 更是沙茶火锅的重点之一 这锅清澈的汤底 是蔡大卫每天亲自现熬的 也是他入行学习的第一步 我们有用那个猪大骨 还有鸡胸骨 它的熬汤大概每天 都要花多少时间 我们大概光前置 就要一个小时了 对 然后要熬到好的话 大概四四五个小时吧 沸腾的烟雾让小小的厨房 顿时温暖了起来 加入洋葱 高丽菜心 还有大葱提味 看思简单的步骤 实际操作才知道 一点都不简单 开始的时候就是常常 东西都不知道要丢什么 然后大概学三个月到半年 对 但是你学的就是一些皮毛而已 你要等真的开店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学更多的知识 蔡大为接触餐饮 近三年的时间 在和海鲜塔结缘之前 她是一名物理治疗师 完完全全是餐饮的门外汉 就是帮人家复健的那一种 对 例如像五十间的病患 妈妈手的病人 那两三年后我就想说 真的要继续做这行业嘛 刚好有朋友介绍 那就开始做了餐饮宴这样子 透过朋友介绍到台南 无意间认识了在地有名的 沙茶卤海鲜塔老板蔡孟伟 对于这一位是惊艳万分 这样的机会 蔡大为印证了傻人有傻福 在创业这条路上 他还比别人多了一份傻劲 这个东西好特别又好新鲜 对那吃了以后就觉得 惊为天人 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做 大约啦 大约其实下台南来来回回 大概有五六次七八次了 还没下去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很多功课 我从北部这边 所有的渔港 所有的海鲜 对到包括怎么采买啊 价钱啊的方面 通通都要去了解到 其实有一度想要放弃 因为就觉得说 常常被刺到 常常被夹到 那一下那边痛 一下手又肿 我真的能做餐饮吗 虽然几度想放弃 但是蔡大为觉得 年轻就是本钱 开始自学起火海鲜的功课 不辞辛劳往返台南 终于打动了蔡孟伟 愿意把手艺交给她 当时蔡孟伟店 在台南非常火红 几乎天天客满 也有许多人捧着大宝钞票 想跟她谈加盟 但是都被她拒绝 蔡大为的诚意 让蔡孟伟觉得 她是真的有心想做 决定给年轻人机会 不求利益的 把海鲜塔的秘诀 交给蔡大为 采访的时候 蔡孟伟还特地北上而来 带我们认识 海鲜塔的第一课 采买渔获 北部的话来书为这边找 对 又新鲜又新鲜 老板 这个松叶蟹怎么卖 新鲜 便宜啊 便宜 你 帝王蟹 你是清蒸啦 对 因为都还是火的啦 所以东西 只要是新鲜 清蒸就好吃了 顶级帝王蟹 茅蟹 松叶蟹 活龙虾 只要客人想吃 就会满足一张挑嘴的需求 像一开始我们做的时候 就是带着大为 我们来这边逛 那因为一开始初学者嘛 有些食材 有些东西 它有不同的来源跟产地 所以要去认识 要去研究啦 但是也要是靠着跟老板 博感情嘛 就刚开始像这种 沙公沙母啊 我也不知道 它到底是公的 还是不能慢慢去学习 才慢慢的知道 了解 那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会不会就求救那个女生 对啊 就不懂的 就是还是要问嘛 就不用害怕丟脸 就马上一通电话 马上打就好 海鲜的学问是很大的 品种 季节 价钱 门路 不同于世的规定 都要摸手摸透 蔡大为用心学习 倒也学得很快 螃蟹 楼虾 白虾 蛤蜊 都是店内基本配备 以前看外面的人做餐 以为很简单 就东西丢一丢弄一弄 可能就端到客人前面就好了 可是光汤底来讲好了 我们的扁鱼要炸过 要炒过 虾米也必须要处理过 你才有办法去呈现给客人 要炒到金黄色 基本上应该 30分钟左右吧 搞懂了海鲜之后 来自台南沙茶炉 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是仅此一家 绝无仅有 那就是不惜成本 拿樱花虾来做沙茶匠 因为我是东港的女婿啦 所以我们那边东港的料理 有一些都是用樱花虾 就去佐味 就是调味 像这样一把可能就要两三百块 一斤要现在涨到两千多块 因为沙茶也都是一些虾米啊 什么去构成的啦 它的基本要素 对 那何不下了重本用 就是虾界中的老师来吃 这个蛮特别的 一般在用的沙茶酱 里面没有那个樱花虾 那吃起来味道就特别好 一口接一口 讚 鲜甜 真的不错 都是原味的 海鲜塔加沙茶炉的组合 从台南红到台北 蔡孟伟说 它最多可以堆到七层八层 不过海鲜保持最好的蒸煮状态 三 四层则是最刚好 第二层的话 我们虾子跟透臭肉卵丝 那我们就放在一层 再来我们有鲜鱼 我们的石斑 那我们会放在最底下 那我们会先蒸 对 那螃蟹啊 这一类的龙虾 我们就会放在它的上面 因为我们是靠我们锅底的蒸 去蒸它 所以每一层的温度是不一样的 那食材承受温度不一样 所以它摆放的位置就是不一样 那听说你之前也会乱吸的 对啊 你是不是 因为我们试过胡辣魚啊 结果蒸太久了 它不掉 不一定每个食材都适合蒸啊 来 吃了 在我们上面堆叠的这些海鲜 然后利用蒸汽蒸熟之后 它食材的原味都会滴在我们汤里面 你要先喝一口精华 打size的海鲜塔随便一放 都要把镜头给塞满 咸甜澎湃就像蔡大为的创业人生 看似简单的料理 背后却是需要花费时间和精神 因为巩大有心受到贵人传授教导 对城市海鲜门外汉的蔡大为来说 别有一番意义 每天一定都闻得到 一天没闻到 一天没闻到就会 就开始痒了 对 以前是碰到海鲜味养 现在是没有闻到 对 真的 它那也要更做更好啊 成为我们给台湾第一把的海鲜塔 说到了川菜达人都会想到以美食料理 节目闻名的名厨郭主义 他在新北板桥开了一间川菜馆 经营了20年做的事有声有色 不过前年底突然遭逢丧女之痛 让它几近崩溃 后来靠着时间牢骚开始研发了 很多种的新菜色 像是香Q弹鸭的啤酒鸭 还有味道浓郁刷嘴的香辣蟹 以及用三种蔬菜 以及秘密配方调制的绿色麻辣锅 吃起来是非常的清香 又含有香麻的层次感 口味非常的独特 传传这一席的菜色我个人蛮喜欢的 特别下班 不容易定得到位子 好早就约朋友 定了有位子才过来 我们是真的是藏过来 粉丝啦 后比赛粉丝的特别 马上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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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 好 马上来了 马上来了 用餐时间一到 厨房正火热忙着 熟悉的声音与语气 他是人称勾嘴塞的名厨郭竹毅 过去上遍各大节目 也一直用心经营自己的春菜餐厅 好 烤鱼来了 几乎每桌都有一份招牌烤鱼 郭竹毅层层坚持的用心 客人感受得到 也因为如此 他在新北市本桥营业将近20年的春菜馆 早已累积大批此中顾客 因为他有一道菜我都蛮喜欢的 东西又很新鲜 所以我很喜欢 差不多一个月来养食以上 我觉得要有香口 这样才是一个真正的传味 他们家呢 够 这个味道够 客人口中的好滋味 有使用大量香料 炒到香口外酥 味道浓郁的香辣蟹 将鸭肉与啤酒一同炖煮 外酥内嫩的啤酒鸭 鲜甜酥脆 每颗都征服咸淡黄的金沙玉米粒 还有用独家秘方做成的红色及绿色 两种独特风味的麻辣火锅 用醉菜拿手川菜一道接一道 每一样也都是实实赛赛的工夫菜 做一个融成香辣蟹 川菜的话它用 都是用干辣椒比较多 香味就取决什么呢 干辣椒把它切成丝状 等下吃起来都会压 然后 将每一只小螃蟹炸到金黄酥脆 再翻炒红葱头及多种辣椒 炉火烹三十多种调味料 就如同它的调色盘 等待做出美味酱料 才让锅中不停翻炒的螃蟹 每一只都能吸附著香濃酱汁 用泡辣椒与辣椒酱炒出香气 再倒入啤酒下去收 啤酒可以软化做麦香味的味道 这道啤酒鸭 秀出花椒油花椒粒的香味 鸭肉型的香Q彈牙不甘柴 入口清香 还带有一股啤酒清香 我之前有在重庆吃不同 但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道理 跟他们重庆的味道是很没法 锅鸣超过四十年 郭主义的好手艺让客人赞不绝口 一道道经典烙里 在春菜界闯出响亮名号 一面一面的奖牌笑着往身上挂 他的战绩有多惊人 高达两百多面 多到餐厅的墙上 也只能摆得下一小部分 从十三岁就立下志愿 要当个大厨师 从台南直升北上拜师学艺 但十八年前母亲离癌 父亲习近梗塞 两老因为住院留下庞大的医药费 当时为了养育三个小孩 他再苦也只能撑下去 大概那时候营养签了一百多万 变成坎 还遇到我爸爸妈妈两个人 相继三个月两个都不见了 那真的好痛 好痛 好痛 他只能靠时间慢慢抚平 双亲离世的伤痛 当时原以为开餐厅 能让家里经济慢慢豪转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 没想到开业才两年 又被倒汇快两百万 让他又被推向更痛苦的深渊 本来想把车开到冲到底下 他说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老婆 说老婆你要把小孩子顾好 把餐厅顾好 我很对不起你这样这样这样 那时候真的不想 不想这样很痛 那天真的很忙 他就一通电话回来 跟我讲说 对不起啊 怎样啊 我连天我都不想听 我忙得要命的 我不想听了 你回来再说吧 对啊 我就把电话挂了 在老婆理性面对 即有人规拳下 郭主义一个转念打消了念头 才发现一路走来 身边其实有很多贵人 情意相挺 我以前我遗仗 给我一句话 你要怎么 有什么收获就先怎么栽 就努力再努力 再努力再耕引 这是最重要的 带着满满感激走过低潮 经过十多年的磨练 从默默无闻的厨师 变成名厨 以为一家人终于苦尽甘来 没想到后来又历经爱女 轻身的打击 那一天呢 不然说找不到 找不到 就是找不到 找了半个多小时 我说好 不然就 就另外骑我 骑另外的车子过去 结果去 就看到无闻女儿 那你只有亲眼看到 然后抱下来那一扇 这好疼 好疼 回想起抚育多年的宝妹女儿 就这样天人勇哥 郭主义至今仍无法相信 这是事实 其实那一阵子我 第一个月 不敢来成定 都做了老婆成人 那后来我老婆还找了朋友 到我家里去跟我聊天 就跟我开导 后来我想一想 我不能放我老婆在这里啊 那我就努力地站出来 对 对 心头的一块肉被硬生生刨去 留下的空洞难以填补 郭主义将悲痛化作音符 思念爱女的心情变成了一首歌 然后她说我坐在家里 在边哭 边哭 一直哭 一直哭 不晓得我为她做什么事情 我坐在沙发上我就想说不然 我来 这首歌 不太敢听这首歌 一直想说 好不容易成家了 好不容易可以办个婚礼 新娘礼服啊 也都放她准备好了 看到了 她没有办法看 只是最大的女孩 未能完成的遗憾 成了母亲永远的痛 为了不想让女儿有挂碍 夫妻俩将这些伤痛 都转化为一对困境的力量 老客人看在眼里也尽是不舍 来社会支持她 来吃东西要支持她 因为她走到低潮嘛 她还是会有一些地露的时候 我们就来帮忙她 她这样陪伴走过来 她做那个菜都很用心 她把食材跟那个味道都做出来 然后让我们吃到说 这个东西很值得 老客人的陪伴相挺 让她即便经历生命的起起伏伏 人有力量重新振起 研发更多心态 黎麻辣呢 可以讲说我第一个研发出来了 葱绿也是也是绿色的 葱绿是要它也是它香味 韭菜呢 要它的颜色 炒到一后十分钟 为什么要炒那么久呢 因为要把它水分炒掉 然后还有把它尖色为炒掉 炒到变香的味道 变甜的味道出来 用三种蔬菜即提炼三小时的秘密提方 作为它绿色麻辣鍋的基地 还加入新鲜的花椒粒增加麻味 一般呢 你们大概在吃的话 都是红色的麻辣鍋 对不对 那我这边呢 是绿色 你看到这个汤都是绿色的 就用各种蔬菜呢 下去炒出 炒出出来 那这个香味回家 这个绿色的麻辣鍋 去蒜的麻辣 海鲜 最对味的 但有层次的麻辣香味 搭配蔬菜的香 以川味灵风为核心 做出的独特风味 口感清爽解腻 另一旁的红色青油麻辣鍋 以天然植物性油体味 没加入牛油 依然能呈现经典秤味的麻辣汤底 汤头越吃越香浓 郭主玉也将这川味精髓的味道 传承给儿子郭里贤 酱油的七个 然后泡菜三个 郭主玉欣慰 经历宝贝女儿的离世 儿子在一夕之间长大了 但对于一家人来说 不论时间过了多久 永远保留着大女儿的位置 祝贝... 祝贝... 我要跟她说 她永远是我的宝贝 她永远在我心里 这个缺 这永远都不是一个空缺 我心里不知道是流淡 因为第一空缺 她永远... 我心里缺了一脚 但没关系 因为是 让我们看不到而已 但是她看得到我 我们要活得更快乐 不要让她担心 即便再痛 父亲老人坚守指甲殿 郭主玉料理中的酸甜苦辣 她就像倒进她的人生百味 回首往事 半辈子的心虹大拼 又经历至亲临续的伤痛 坦然面对人生起伏 一家人牺牲童心 要连同对大女儿的缺分爱 坚强的用心经营下去 穿菜大厨却卖起舒适料理 这听起来让人有点难想象 而在新北市呢 就有一家餐厅 老板刘宗憲 他过去开过穿菜餐厅 却因为年少得志 饮酒玩乐 导致婚姻跟工作两个都没了 健康还因此亮起红灯 正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保住了一命的他呢 跟妈妈一起打拼 把穿菜的滋味融合到蔬食当中 像是很够味的双酱肉燥饭 或是红烧面疙瘩 跟麻婆豆腐等等 又香麻又爽辣的口味 让不少人一吃上瘾 berryberryberry 葬汁 香草参在住宅区里 这简单的小店面 每到用餐时间总是人潮满满 尤其这碗闪着油光的霜酱肉燥饭 搅拌均匀后 梅干香气随着温度飘散出来 融合麻醬濃郁的口感 大吃一口讓人好滿足 拿來拌麵也是同樣順口 蘊上醬汁的麵條格外夠味 但不說您可能看不出來 這肉燥可是素食的 它的素肉燥啊 就是不會油膩 然後吃起來很甘甜 甘甘甜甜鹹鹹的 很夠味嗎 很夠味 很下飯 一般素食的話 就是有時候豆味會比較重 但是我覺得它料理的方式 有把那個豆味把它 不是讓它那麼重 所以我覺得這間素食店 做得這樣還算不錯 背後推手劉忠憲 料理資歷22年的他 從素肉的處理開始 就毫不馬虎 就我們泡水 這樣反覆戳洗 五六次以上 泡三四十分鐘以上 把它的豆味去掉 先洗再炸 徹底出去豆腥味 素肉燥的處理才算大功告成 把切好的香菇下鍋煸香 加醬油炒香素肉 最關鍵的祕密武器 就是梅干菜 如果你只當純用就素肉燥 然後我們這樣下去滷 它單純就比較沒那個香氣 只要想到用梅干菜 梅干菜它本身它的風味 是滿香的 炒香後加入蔬菜高湯 慢慢滷到軟爛 用五香粉跟甘草粉等提香 收乾的素肉燥鹹甜膠汁 是專屬於劉中縣的獨門滋味 一身好手藝的他 過去做過日式料理 西餐 還曾經開過傳菜餐廳 年紀輕輕的他 早知後來就覺得 生意就越來越不好 因為你的心沒障礙 你一家店如果沒有經營 其實還是要用心 沒多久餐廳倒閉了 一直在身邊的太太 也受不了而選擇離婚 事業 家庭全都複之一具 這樣的打擊 讓劉中縣酗酒的習慣 越來越嚴重 喝了就下班可以喝 喝到天亮 喝到上班啊 對啊 就是讓自己可能麻木板 這樣子去過 喝了酒以後 人就是這樣 又年輕 就會比較有一些事情會發生 就會跟人家打架鬧事 什麼都會 就這樣我們看就這樣會感到 你如果把我跟人家酒 他就會生氣了 要這樣判 我會把我們判 年邁的老母親 看著喪志的劉中縣 他始終守在兒子身邊 一天天苦口婆心的勸解 慢慢勸回了迷失的浪子 他融合過去各種烹飪的經驗 開始鑽研起素食料理 學過的其實都在你腦海裡 那以後就是你一個 知識一個 一個人 一個歷練 現在其實料理都是五國界的 大家也都是 怎麼樣把東西結合在一起 都一樣的 素食也是由 昏食的轉化過來的 一樣的 轉換跑道 把過去熟練的昏食變素食 其中的功夫可是大有學問 剛開店時 劉中縣摸不出門道 做的料理好像總是 ㄎㄧㄧㄥ 那時候有時候生意不好 一天做不到工錢都有 對啊 但是還是要撐下去 這也就是 家人的鼓勵 然後在背後你看 我從開店 媽媽就來開始幫忙 不能辜負媽媽的期待 劉中縣更是毛起來拼 把小小的廚房 當成他的專屬實驗室 天天摸在裡頭 嘗試各種食材比例 爆香我們的薑 這是老薑 柔和川菜的底韻 六中縣的素食 顛覆過去的印象 同樣清爽卻格外夠味 天香麵疙瘩 就是他的拿手好料 爆過的老薑夾進八角 跟番茄糊翻炒 再用辣豆瓣 帶出濃烈的滋味 他炒過他的酸味 把他有酸味淘掉 然後把他有甜炒出來 會聞到一個甜甜的味道 這樣子 對 這頭炒醬 另一頭也不能閒著 還要用紅白蘿蔔燉出清甜高湯 加在一起熬煮一小時以上 最重要的是這手工麵疙瘩 考驗的是揉捏的勁道 裡面我們用中筋麵粉以後 我們加水 然後加一些鹽 還有一些 加一些油 然後下去和 把它的精度露出來 它會增加它的Q度 對 要把裡面的空氣挪出來 揉好的麵糰雪白Q彈 煮起來熟滾滾的一碗 滿滿蔬菜覆蓋在上層 湯頭清爽不油膩 帶著少許刺激的香辣 更讓人食慾大開 他的這個麵疙瘩也是就是必點的 對 他的那個麵疙瘩 他是手工做的 然後吃起來很Q彈 然後湯頭也很鮮美 然後它還有麻辣的味道 很好吃 因為它吃起來是沒有加味精的 就是吃起來不會覺得說很 很鹹 然後會很口渴 就是它的湯頭啊 都是滿天然的 好手藝讓人讚不絕口 小小的店面生意漸漸穩定起來 劉忠憲的生活再一次走上正軌 店裡人手不多 主要都靠它一個人hold住全場 每天睡醒睜開眼 就是要趕到市場報導 要不然你每天大概幾點會到市場 我大概都到八點就要來市場 為什麼那麼早要到市場 因為你沒有早一點來 趕快買一買的話 因為我還有前置作業啊 對 在十一點開門之前 要把東西準備好這樣子 一攤逛過一攤 手上大包小包 都是當令最新鮮的菜 親自挑選 就是要確保品質掛包金 因為常買就會慢慢累積 就有經驗 剛開始當然還不是那麼手 常常挑回去的 外表看起來好好的裡面 其實不是那麼漂亮 也有交過學費對不對 當然... 再一次重新出發歸零再開始 劉忠憲找回料理的初心 從食材到烹煮 全都是一手包辦 那你一直要入這麼多的鍋 最多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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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公司怎麼入啊 你要有鍋比較小啊 你要燉的 你要燜的 你就丟去那邊 這邊就是快炒的 對 我來不及啊 天啊 只要十個鐘頭 十幾個鐘頭 現在也是喔 也要 或許太過忙碌 讓他拼過了頭 加上過去酗酒 荒唐的那段歲月 讓他的身體狀況不如以往 一場小小的感冒 竟然差點讓劉忠憲丟了性命 那時候就因為感冒嘛 就我們一般小感冒 然後就引發了那種肺炎 那肺炎以後就 突然急性呼吸衰竭 然後就要插管 插管到時候我就在醫院 管插下去你就昏迷了 不是你的八天了嗎 醒來已經是八天 第九天後的 醫生跟我說 我坐去看 說你是那個 做老公圈的 那個媽媽 我說 叫我要做什麼準備 說他沒有效 那聲音是痛到要死 我就跟老闆跟醫生 醫生也很好 我說拜託你用那個比較好 給我 給我們醫療 如果自負就要快 看就要做一隻 不然他就要害怕要刺激 在醫院整整住了25天 由宗憲才幸運的 從鬼門關前撿回一條命 這次的波折 讓相依相伴的母子倆 變得更加親密 兩人齊心打拚 就像這麻婆豆腐 一樣濃郁的化不開 炒香的豆瓣醬 加進嫩豆腐跟高湯一起煨煮 慢慢收乾 讓豆腐吸飽醬汁的精華 把川菜的經典菜色 轉化成素食的佳肴 對點子多的劉中憲來說 高剛不是問題 什麼樣的菜系在他手裡 都能成了千變萬化的素食好料 素的只有九層塔香菜跟醬 所以你要怎麼去把 做出來就是 叫把食物本身的味道 融入到這個菜裡面 把它的真原味把它提出來 那接下來起步我們加一些 我們的花椒油跟我們的香油 這樣就好了 淋在飯上的麻婆豆腐 隨著熱氣散出陣陣香麻 像是在舌尖點燃細小的火花 讓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因為一般素食的菜都很清淡 那吃起來就是沒有那麼好吃 這個它吃起來就是很有味道 很好吃 就不像素食 做得很好就對了 我天天來耶 也不會太鹹 也不會說太淡 很適合大眾化啦 好手藝是劉中憲 從谷底翻身最重要的功夫 而這麼多年來 在他背後的定心丸 就是年邁的劉媽媽 他就在身邊就一直鼓勵我 就說看他身體也很累 你叫他不要也其實他也... 他也是贏不住 他會偷偷來跑來看喔 那騎過去看有沒有人 然後就... 就放不下這個心 就是永遠擔心這個兒子 因為他在你... 在父母的眼中 他...你永遠... 不管幾歲 你永遠就是小孩子 他改變我們就放心嘛 不用擔心 就在想說就這樣做 我怎麼會引下去 趕快來幫忙做 他也會說對 心疼不可以 這樣我... 我們就感到很開心 曾經讓老母親操碎了心 現在劉忠憲體會平凡的幸福 就像他把川菜融合蔬食 辛辣的滋味變得溫潤 如同他的人生走過風風雨雨 守住一家人最真摯的情感 在新北市瑞芳的喉童村 早期是全台煤礦產量第一的地方 楊智德的餐廳呢 前身是一個礦工食堂 在裡面有很多外面吃不到的老味道 像是傳了三代的芝麻雞 經過油炸之後 讓雞皮更有脆度 肉質因為蒸煮被鎖在裡面 層次豐富 讓人一口接著一口 獨門手工的捕肉更是酥而不膩 大塊又好吃 十六歲跟著父親學手藝 楊智德身在煤礦重鎮 他卻不靠採礦為生 還有這什麼樣的故事呢 一起來看看 早期都不用扛棒了 不用扛棒他也找得到 就是把生意做信用 肥瘦瘦 這個薄薄頭吃 真的很好吃 感覺滿特別的 沒有吃過的可以試試看 就感覺整隻出來就是香酥脆 吃得又嫩嫩的 滿好的 滿好吃的 在新北瑞芳的喉童 百年礦工食堂的餐桌上 各是山珍海味各有誘人之處 但這一隻長得不像阿拉雞 也不像烤雞的料理 竟然讓整桌的客人 吃了事暫不絕口狂點頭 原來是傳了三代食堂招牌菜 芝麻雞 長出的是第二代 當地里長伯楊智德 你看一隻雞蒸起來 原味的這個雞湯都在這裡面 留一點雞湯下去裹粉 不是只有水而已 那為什麼會要撒生的芝麻 不是生芝麻 你下去炸就黑掉了 芝麻有一種炒過的不行 從爸爸手上傳承的芝麻雞 強烈的使命感 讓楊智德每道工序都不馬虎 那選黃土雞 需要先醃製一天再蒸熟 最後再裹粉 外皮上灑滿生芝麻 整隻都是芝麻 然後就要準備下去炸 芝麻雞的芝麻在經過熱油炸後 一會兒就聞到香氣 這個時候要用淋油的方式 一次次的讓雞肉受熱均勻 一直淋一直焦 直到芝麻變成焦糖色 這雞熟不熟 就是靠火候掌握和經驗的雞 聽到那個芝麻 很酥脆 酥脆的聲音 我兒子就是喜歡吃 才跟我學這個 你生氣了 我算是從16歲多到今年57了 應該41年了 一道芝麻雞傳了三代 美味的記憶 從八開機的那瞬間滿意出來 芝麻經過油炸之後 讓雞皮更加有脆度 厲害的是 肉雞因為蒸煮後被鎖在裡面 口感吃起來附層次 讓人一口接一口 想不到雞肉和芝麻搭配起來 應該是如此絕配 難怪這個秋樓菜 可以一紅三個世代 那個五香文雞王 大蒜來 所以這都是現點 現做 現炸 對 這個就是這樣子 差不多煙炒到十幾分鐘就過了 拿一桃排骨來 一桃排骨 這樣有十樣嗎 七八樣 像七八樣吧 對 芝麻肉菜 鍋裡的白菜是為了招牌 佛跳牆翻炒的 楊智德做佛跳牆遵循古法 其樣食材每一道都要處理過 該切的要切 該炒的要炒 這裡吃不到高級 卻都是真材實料 它份量很多耶 對啊 這個是高湯 它是豬骨頭熬的高湯 這是什麼魚皮嗎 魚皮 現在魚皮都是外面的 它現成的 以前那個 我老公的年代是魚皮要自己花 要幾鍋了 要幾鍋了 好了 它混ぜ加上去 這個沒關係 這個可以多加一個 放入蒸籠還要蒸上兩個小時 才完成的佛跳牆 在等待的時間裡 讓各種食材慢慢融合 也慢慢入味 白菜軟而不爛 湯頭或者芋頭的香氣 直到古早味走過世代交替 倦勇的美味讓人一吃難忘 它的湯非常的好喝 然後那個芋頭真的是 不惜重本 對...大塊好好吃喔 不錯 我覺得它從頭到尾吃下來 它的每一道菜都滿有特色的 以前這邊餐廳是礦工福利委會 裡面的複色的職業福利餐廳 然後是對外沒有在營業的 雖然是沒有到礦工 可是也是跟它相關的產業 有礦工我們才有飯吃啊 就是吃它 看我們怎麼大一點就對了 客人吃得津津有味 表起對喉頭小鎮的印象 總離不開採礦的歷史 喉頭的煤礦從民國二十三年開採 全生時期小鎮兩萬多人 幾乎都以採礦為生 中朝南和楊智德認識大半輩子 他從十四歲就開始做礦工 說起那段歲月盡視魂移 那早期民國四十年代五十年代 的台灣的經濟都是靠煤炭 所謂的黑金 我們礦工有一句俗語說 一工歐頭堂四名存一半 存一半也是就要拚 不要拚就死一劑灰 我一個好朋友當場被壓死 肚腸都跑出來 我給他抱起來 那個腸子是熱的 比如說以前的 你礦工以前那個要生孩子 他是做到肚子痛才出礦坑 在地底下工作 周朝南形容就像地獄一樣 三十到六十公分高的坑道 只能蹲著或是躺著挖礦 四十度的高溫 礦工門幾乎都是裸身工作 一座就是一輩子 如今年屆八十歲的周朝南 聯合十五位老礦工 在喉童成立礦工文史館 想把那段歷史保存下來 裡頭成列的每一張照片 都是彌族珍貴 瑞山是七十九年停止採礦 然後還有斷斷續續 外面還有一間煤礦在做 真正做到好像一百零幾年來 瑞山當時有 我們還有電影宴的 還有理髮廳的 還有幼稚園 還有餐廳 包辦礦工所有的 對…可以這樣講 礦工沒有吃什麼好菜 就是說有時候喝酒酒就好 有燙燙的肥就好 那個年代哪有什麼干貝龍蝦的 抵他回來直接來炒一個 炒一個泡肉就算最讚的 記憶像黑炭一樣 抹不去也擦不掉 大家都在礦坑裡求生存 楊智德一家人則是少數例外 他們不靠挖礦生活 而是靠餵飽礦工肚子開小吃店 父親後來被礦業公司聘用 把食堂承接下來 倒到經典菜 一做就是熟食仔 也看盡礦業的興盛與目落 老爸也需要人手去幫忙 我兒子現在看我辛苦 他就幫忙我一樣 這承接 這份承接就在同一個飯廳 同一個廚房裡繞下了身影 對口味的堅持 讓餐廳沒有隨著停止採礦而歇業 當年是喉童唯一一家礦工餐廳 沒有裝潢 歲月洗禮後一如往昔 楊智德的念舊 從收藏中的東西也感受得到 這個是以前的菜圖 這個是差不多有80年代了 一般的家庭以前賣的盤子 是這一種顏色跟這一種顏色 所以是紅色是餐廳 餐廳還是請客的時候 以前在碗盤店 以前碗盤店可以煮啊 這是魚 還有一個蝦子 這個蝦子 這樣 這個是古早的水盤 所以這盤子 對啊 這盤子都沒有 這就沒有啦 可能保存到這麼漂亮的 很少了啦 用杯底的紅色圖畫代表喜氣 人情味和美味 就是這樣相輔相成 才讓人覺得暖心 這邊的男男很有人情味 那活動頭到活動尾 每一個人我都認識 十六歲就在父親身邊 學習料理功夫 熬了十年才能獨當一面 棕鋪塞這個頭銜 對楊智德來說 有著不同的意義 我從來沒去 有領過別人的清水 清水帶子長什麼樣子 我沒有看過 可是我出去家裡就沒人了 沒人幫忙 請人也是很麻煩 不如我自己來啦 想想就好了啦 我每天三點要起床 就要去買魚啊 去哪裡 魚市場啊 去那個卡馬町 到瑞芳都要買青菜 青菜買回來再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山褲要備料 有的時候要事先 要蒸過的東西 要醃製過的東西 都要是蒸的備 因為我們的蒲肉 跟別的地方不一樣啦 這個是古早味的蒲肉 就是別的地方是做那個 長條形的 我們蒲肉是 觀光都是做這個圓圓的 要蒸鍋嗎 要蒸鍋粉 要把這邊抓魚 要一個一個下 要一直翻動它 才不會 只要顏色才會均勻 炸得金黃釉人的招牌蒲肉 也是私房菜 粉漿薄和香 獨門五香粉醃漬 一口咬下肉汁滿意 圓圓的外型十分討喜 是店內紅了四十年必點的料理 那個來 那個百菇來 咬一勺過來 好像這樣子 雞湯什麼都不加 然後就高湯 高湯加上去 然後就下去蒸 這道冬瓜雞湯濃濃的懷舊味 一顆顆干貝香在冬瓜上 高湯是津甜又濃郁 從小因為耳濃濃 楊俊賢很早就決定要接手家業 連報考學校也是偷偷選擇餐飲 當兵回來就在家工作 成為爸爸得力的左右手 雖然當初是一直强烈反對說 叫我不要做餐飲 說餐飲很累 這麼講吧 爸爸最常常講的就是 做東西要早起工做 你做什麼做的 完全就是說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 我做得好就好了 你做得好 你要做得好 我只要做你後面過 來到高湯會生就好了 年輕的後面給你也好 也放心給他 我餐廳也做了四十一年的電 嘴上說得太累 但是眼底笑意藏不住 這應該就是因兒子驕傲的感動吧 歲月創造經典 歷史進化生活型態 不變的永遠是一些老故事 那些老味道 新北市板橋有一間CP值超高的鐵板燒 在這裡可以吃到鮑魚 龍蝦 這些高級食材好料 老闆范可成曾經當過頂級鐵板燒餐廳主廚 還被挖繳到對岸管理六家餐廳 就在他人生最得意的時候 卻被合作夥伴一腳踢開 他一無所有的回到台灣 試圖東山再起 沒想到卻又遇到瓦斯氣爆全身灼傷 他是如何挺過這一切的呢 一起來看他的故事 下面大概三四百塊就可以吃到外面大概六七百塊的 東西CP值超高的 可以用非常少的價錢吃到很好的東西 每到用餐時間這裡總是聚集了許多饕客 不論是生鮮的鮑魚還是高檔的龍蝦 上流鐵板燒的美味 在這裡只要付出千元不到的代價 我一定要讓客人看到我的海鮮 放在鐵板上的時候還會動 這好漂亮 這代表龍蝦夠新鮮才有辦法煎出這個顏色 新鮮就是王道 店裡的海鮮都是客人點了之後 才從水族箱裡當場撈起 加拿大波士鎮龍蝦特別愛吃綠藻 所以有著跟傳統橘色不一樣的綠色蝦膏 你有第一次吃到這個蝦膏是綠色的對不對 對 蠻特別的 我以前印象都是紅色的 這個蝦膏非常的多 那吃起來很濃郁 沒想到這麼便宜的價格 居然可以吃到這麼高檔的龍蝦餐 讓客人讚不絕口的鐵板料理 出自眼前 這位看起來憨直的范凱誠 他曾是高檔老字號鐵板料理店的主廚 為了打破平價鐵板燒 只能吃到黑胡椒醬 以及大量豆芽菜的刻板印象 他總是很用心的到市場挑好料 妳哪有玫瑰 很多客人都不懂這是什麼龍蝦 所以我們賣起來很辛苦 這個肉非常好吃 它叫做玫瑰龍蝦 有人說錦繡龍蝦是龍蝦界的法拉利 對 那我覺得這最起碼是龍蝦界的保時捷 妳看它的肉 有沒有 整個都很薄 對啊 今天有人店我就會特別過來抓 抓它的時候要很小心 因為它的殼會刺 這隻你有買力嗎 比較小隻啊 還要再挑更大隻啊 對啊 帝王蟹得要用三公斤以上 才符合泛凱誠的標準 鮑魚只選擇露夠肥厚的南非鮑 麵包蟹則是要挑 比拳頭大的玫瑰高蟹 泛凱誠挑海鮮非常的嚴格 就是希望能夠盡量滿足客人 我都喜歡跟客人講說 不是我會煮 是食材新鮮 我只是負責把東西煮熟而已 那個蟹高蟹 那騙不了人 它的高吃起來會香 像那種外裡蟹或三點蟹 那種肉很少 吃起來完全不過癮 這個一扒開 裡面都是滿滿的蟹肉 然後讓你吃到新鮮食材 它該有的味道 而不是調味過調的嚴重的味道 因為食材相當新鮮 所以不需要過多的調味 只要靠少許的鹽巴 以及一些的胡椒 帶出老饕牛排的原味香氣 如果客人敢吃生的話 我都會建議 裡面剛好有熱那個熟度 還是最重要 大約是四到五分 外面應該平價牛排 要吃老饕牛排應該不太可能 外宿內容 吃起來口感非常的好 吃過這一間之後 像其他的就 其實就回不去了 他都會把多餘的一些 比如說油啊 一些筋去掉 感覺會比較細緻一點 以前在當學徒的時候都會 看著牛肉想半天 我要怎麼下刀 我要從哪邊開始休息 因為以前的師父很喜歡 我們在修牛肉的時候 他就雙手插在 站在你旁邊 然後一直看 然後你只要一刀不對 他就開始罵了 今天如果是出餐 出給客人的肉切錯了 切錯了 那塊肉就要你自己餵 范凱誠回憶起過去 雖然雲淡風輕 但他可是苦熬了五年 才能站上這一個砧板區 十六歲剛入行時 他只能從排水果沙拉開始 日復一日重複動作 接著換到了煮湯區 但光是煮湯跟調 sauce 又磨掉了三年的時間 前前後後蹲了七年的馬步 終於有機會出師 現在換水果沙拉 現在換水果沙拉 一人吃兩隻 但是頂級鐵板燒師傅 要掌握的不僅僅是火候跟食材 還得要掌握客人的心 也要Hold住全場的能力 別看范凱誠當起廚師架勢十足 其實走進這一行 並非他的人生規劃 因為父親當年生意失敗 父母離異 讓他一度學壞 直到右手幾乎被砍斷 他才大夢初醒 我印象中開刀開了大概九個小時 總共縫了兩百多針 為了幫助蝦記 他去當學徒 也把每一個基本功做好做滿 天啊 你要一顆一顆再去剪喔 對啊 我們這個都是全手工的 我們不像外面有一些會買割蛋器回來 那只是一個容器而已 就是因為只是一個容器而已 我們要更用心的去把它煎好 方凱誠說自己很龜毛 每一顆蛋殼都要做到像是機器切出來的一樣 才允許放進松露 倒入蛋液 從細節處處處要求 為的就是不想被當菜鳥對待 即便是蒸蛋也要發揮創意 放入匈牙利鵝肝醬跟德國魚子醬 美味多了份進口的精緻 卻百元有找 我來兩次那我兩次都是分別這樣吃 然後它下面那一層蒸蛋 它其實底部也會有那個魚子醬 然後吃起來是滿有層次感的 然後會吃到那個魚子醬啵啵啵的感覺 因為用心 美味總是能吸引韜客來嘗鮮 對范凱誠來說 最直接的感動 就是以前曾拒絕他服務的客人 也被他的好手藝打動成為中粉 會指名要我煮 也會願意給所謂的小費 自信心就大增 第一次如果他願意讓我煮的話 那我成績可能還要來得高 因為我曾經被他踩在地上過 然後現在他這樣願意給我機會 會讓他從頭到尾幫他服務 因為持續不斷的努力 范凱誠人生開始向搭順風車 很快的升到副主廚 不到一年就被挖繳到大陸 在那個時候一直以為是到大陸那邊 去當鐵板燒的師傅 是直到我看到公司配給我的車 跟司機的時候 我當下才知道 原來那間飯店請我過去 是當那間鐵板燒餐廳的行政主廚 能力受到公司的賞識 范凱誠的手上 最多同時管理六家餐廳 人生最巔峰時 他才二十五歲 領的年終大概將近有 一百五十萬台幣左右 我印象中是一個垃圾袋 裝得滿滿的 然後我書 我房間裡面有書桌 書桌裡面的抽屜 那些錢都塞不下去 從那個時候就覺得 錢怎麼那麼好賺 錢才來得容易 少年得志的范凱誠 開始迷失自己 每天夜夜聲歌 酒馳肉齡 但是他萬萬沒有想到 他最看重的金主 因為要求他增資不成 竟然直接翻臉叫他走人 曾經志得意滿的他 最後卻是一無所有的離開 他也因此灰心喪志 最後是媽媽提醒他 自己還有一身苦學的功夫 千萬別忘了初心 我覺得人不能忘記 當初的自己 我必須得重新蹲下 我才有辦法 能讓那些師傅再接受我 因為我們鐵板炒在炒後面 會黑黑的 跟那些師傅講說 三位不好意思 我來就好 為了讓范凱誠找回料理的熱情 老婆也鼓勵他自己開店 他們用有限的資金 頂下早餐店 曾經是讓四個客人 就可以吃掉十六萬的 頂級鐵板燒師傅 變成開始用小小的早餐煎台 做起銅板架的鐵板料理 有時候看到他背影 說真的滿能夠的 會覺得就是明明你可以是 站在那種大鐵板前面 服務大老闆級 現在就委屈坐在那種小煎台上面 就是坐在的時候 都會頭低低的 會怕看到以前的客人 然後會怕別人的眼光 說是以前高級鐵板燒 師傅你怎麼來一間 來開一間這種 像早餐店的鐵板燒 像早餐店的鐵板燒 這句話還滿 還滿傷人的啦 要放下身段 重新開始彈何容易 這時候老天爺 又給了他一個考驗 一場氣爆閃爛意外 讓他再度體驗生死交官的驚險 被火噴到的那一剎那 人生跑馬燈就出現了 青創的過程當中 我那時候就能體會到 像之前我們看 八星城報的新聞的時候 我們就能體會 那傷者他們有多痛 表面那層皮已經不見 你完全是我們的肉 暴露在空氣當中那種感覺 水泡總的大概是我現在的 手的差不多三四倍大 整個就是像一顆球 然後在上面這樣子 那時候全身就一直發抖 一直發抖 最難過的是 我帶他下去樓下買東西的時候 然後你會看到一個 很意氣風發的男生 躲在一個很角的角落裡面 然後遮遮掩掩掩 不敢讓人家看到他掃上這樣子 面對意外 范凱誠差點走不出去 後來因為女兒的報導 才讓他逐漸展開笑顏 對於人生 他也有不同的體悟 我已經被刀砍過 又被火燒過 有時候跟我老婆開玩笑 好像只是沒有被槍打過而已 其實有時候人生不用去 說一定要多好 跟家人啊 自己的兒子女兒 跟老婆 跟媽媽相處的時候 那種東西才是比較珍貴的 老爸 男友 你好 老爸 男友 老婆 老婆 雞排真的好吃 煎台上的雞肉 經過范凱誠的巧手廚藝 表皮金黃酥脆 輕輕一壓 肉汁鮮嫩看得見 好吃到怎麼讓客人 甘願等上一個半小時 像外面的話 就是柴柴的硬硬的 吃下去的感覺是很juicy的感覺 酥脆香甜可口 這裡的每樣東西 都保留頂級鐵板燒餐廳的做法 價格卻只有三分之一 像這一碗百元不到的湯 最貴的還不是日本山藥 而是干貝絲 你逛那干貝絲就嚇死人了 三年前一斤兩千斤 到今年一斤四 一公斤四千三 我也曾經試過用大陸的干貝絲啊 那個完全不行 做功德的 因為這個湯真的很特別 我一直很希望 客人可以喝到這個湯 走過人生大起大落 范凱誠學會了謙卑跟珍惜 也找回了那一顆最單純的赤子之心 板豆是台灣很特別的飲食文化 也是早年賦有人情味的宴客方式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 這樣的文化逐漸視為 在新北就有一位棕破腮黃蒙遠 從小因為不喜歡讀書 受到家裡環境影響 就一腳踏入了板豆行業長達六十年 他的板豆料理每一道都是秋落菜 做工非常講究 儘管耗食費工 黃蒙遠還是希望 要把這樣的文化表得下來 真容不斷地冒出熱煙 大夥分工熟練的裝飾擺攤 師傅忙碌地從油鍋裡撈起炸物 整個過程玩如一場迷人的料理秀 一道道龍蝦鮑魚 各式山珍海味端上桌 台上盡情歡唱 台下冰客開心品嘗 原桌上滿載著韭菜和人情味 因為小時候就常常吃這種板豆 那覺得這個就是味道非常的浮躁 很懷念這個味道 因為就有媽媽煮的味道 我們一直是鄰居 然後吃過他們好幾十年 然後很在地的味道 他們的佛跳牆非常有名 然後排骨也很有名 很多菜都很好吃 而且一直不斷地在秋變 還不錯啊 今天這個海鮮肉還滿新鮮的 湯頭還滿濃郁的 跟一方有點不一樣 感覺還不錯 人稱豆腐師的黃某遠 坐鎮臨零食搭建的廚房 猶如指揮家 一大早廚房忙得上戰場 晚上六點才開桌的宴席 早上七點就要開始準備 這邊要拌幾個 二十 這裡拌二十個桌 這邊忙著油炸 那邊洗菜備料 此起比落的切菜聲 不曾間斷 板豆最重要的就是跟時間賽跑 上百道菜得在短時間內 烹煮完成 一場料理秀就此展開 我做了一個龍蝦三明治 然後還有一個鮑魚 然後一個佛跳牆 再來一個是海鹽烤大蝦 還有一個雞湯 國中畢業之後 不愛念書的黃某遠 選擇去當廚師學徒 也奠定了料理的基礎 我從國中做到現在 你媽媽也做了幾年 六十七歲 以前吃東西很會腮牙齒 然後我們有很多阿姨就說 你去吃豆腐啦 吃豆腐都不會腮牙啦 我媽媽就一直罵 我們又是沒名沒信的 你為什麼叫我們 雖然取名豆腐師 做事卻很有自己的原則 對於品質一定嚴格把關 這些團隊的朋友跟你只要合作 跟你合作很久了 老朋友了 都老朋友了 那合作幾年 幾十年了 像這個都認識我幾十年了 現在幫我切菜這位小姐 從剛剛一直吃到現在都切不定 還沒有 還沒有 還有很多要切的 反正有的切 有的洗 有的炸 有的煮 都有啦 我們這是中和的 什麼都要會做 他們也要洗碗 也要洗菜 要端菜 收桌子 什麼都是萬人的 這個用水的麵包 水的刷子 倒給乾 再來泡冰水 冰水泡一下 冰水再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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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注意 稍微記好 要在這邊換 今天好的是 孫子 老皮分作細皮 讓它冷刷 每一場板斗的流程 都因為桌樹 菜色 而有所差異 師父 鯉咖 每個人都身經百戰 現場 都是四十年以上的老經驗 考驗棕後篩的觀察力 以及團隊精準的默契 你把它分一下 去哪裡 你換我爸爸 還要送肚子 我現在說 他怎麼說 這個是國菜 火跳樓真的是國菜 尤其是過年的時候 我所接觸的 大概三個家庭裡面 最少會出現一道火跳牆 混火慢噸的火跳牆 湯頭喝起來清甜回甘 加入筍肝 芋頭 排骨 肉絲 干貝等食材 鮮味 龍魚一中 始終都是客人 讚不絕口的第一名 兩公斤 五十二兩 快要四斤半了 這隻快要三公斤了 這隻就省了 六千多塊 你到餐廳去 拿十張出來吧 不知道吃得到吃不到 在路邊搭棚板斗 省下大飯店的人士 以及廠租成本 一切都回饋在菜色 王某遠不計較成本 就是為了讓客人滿意 甚至也常常求新求變 對 要不然等於這樣冷了 就放不動了 等一下還會放干貝 說創意也不好意思啦 但是有的時候就是 忽然間連光一閃對不對 像這道干貝酥 鰻魚米糕 是精選台灣溫體豬 新鮮紅蔥頭邊香 使用吹豆 蒸製糯米 全程手拌 加上獨家搭配的干貝酥 以及蒲燒鰻魚 將米糕的層次大大的提升 板豆的菜色中 米糕代表高聲 雞肉取台語的諧音 代表P-gate 每道菜窯都有其祝福的心意 這個東西真的是 把鄰里間 跟親戚朋友的關係 拉得很好 我很小的時候 那時候去給他 請個拜拜什麼的 他們都要自己拿桌椅去 你家有什麼搬什麼來 翻山越嶺的去給他請客 早年台灣的板豆料理 每一道都是秋樓菜 做工講究 金火細蹲 費食好工 還得雕容苛縫的排盤 除此之外 每一個環節都不穩定 要四處奔波 還要找廚師和G咖 在冬冷下熱的戶外環境料理 適應客人習性與要求 每一場都是全新的硬仗 印象比較深刻 我那時候還年輕 在冰江街的時候 那時候水災 去做的時候 好像是三十幾桌吧 那個冰江那個提案發大水的 主人也堅持要辦 那堅持要辦也辦也沒辦法 做做做做到下午的時候 大水來了 除了龍蝦 明蝦 魚 一箱一箱的看他 拜拜 真的啊 飄走了 沒關係啦 因為辦了三十幾桌 只來了三桌客人 坐在水裡面吃飯 那時候是塑膠椅嘛 那水都淹到那個 一半的椅子他們還要吃 碰到那種客人我們也沒折 使命必達的上菜 每一場都要做到冰煮盡歡 王某遠不敢說 自己的菜是最好的 但場內場外 他都用心執行到最好 也因為堅持 才能造就經典 這個工時好長喔 最起碼要十五個小時以上 每天 哇 很長耶 如果加上你從家裡出門 再回到家那個入城的話 那就不止了 當年十六歲的身影 一轉眼已經過了六十歲了 身經百戰的棕口腮黃某遠 沒有一刻想過要轉行 女兒不捨爸爸的辛勞 也自願回家幫忙 阿姨哭公要兩桌喔 不要說兩桌 因為我以前也是在學校裡面做 就是學校的營養午餐這一塊 也是管就是廚房這一些內容 然後那時候我的主管 他知道我們家裡是做飯桌的 他就一直跟我說你為什麼不回家做 但我爸爸一直覺得 飯桌在台北就是一個黃昏事業 回來做沒有前進 對 但當時我的主管就鼓勵我 就是他覺得 什麼行業都有辦法繼續走下去 就不要放棄 所以那個時候他是先 建議我可以先去飯店工作 先去做宴會業務的工作 才會知道說現在的客人需要的是什麼 我做了快40點了 我做了快40點了 你做這麼久 我那個真的 我29歲開始做 真的喔 現在65了 真的 現在年輕人都比較不願意做這種 沒有啦 現在年輕人很苦 如果像我女兒要做 我也捨不得啊 就是這樣的心 以前就是要亂做 對啦 女婆子再拿 女婆子再抽牙 找他玩 女婆子再花椒找他玩 幫我拿著 幫我拿著 大面向外面 大面向外面 吃這行飯 心臟要夠大顆 心臟如果夠大顆 有時候會跳不動 他不接的話 搞不好我已經退休了 我就 我不要那麼累 其實是這樣 累是真的累 我很人嘛 對不對 有的時候做到最後 有一種成就感 為什麼滿足那個虛榮心 暫時殺場 隨著晚宴時間的逼近 全顏漫延 擺盤 上菜 一道道流程繁複 但在大火和立分工之下 卻不失秩序 2023呢 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年 也就是我們的前兔年 我們的主廚大師 來到現場為大家講述 好朋友每一樣菜的 都是我們中後菜的青肉菜 色香味俱全 許各位嘉賓慢慢的享用 我們現在要做到的就是一條龍 你今天找我 我盡量滿足你全部的需求 對 你要搭棚 你要音響 今天的音響主持人 都是我們叫的 對對對 你要飲料 對 他才會覺得說 我不是因為我吃飯桌 我什麼都得自己來 我很麻煩 對 所以就像剛剛說 我們把飯店那一套移到了 就是半桌身上 對 我們除了想要 推廣半桌之外 就是要讓大家 想吃半桌的同時 不會太麻煩 面對過去一天十場八場 到現在一周有兩場 就很難得的 板斗產業現實狀況 嘉賓知道他們要改變的還有很多 最早只是覺得說 想回家幫忙 看有沒有辦法做起來 然後做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發現我們累積了一點靈氣 你開始覺得 我們想讓更多人認識半桌 就是你做的不是 不再只是為了生存 你覺得你有本事做更多事情 我覺得就是 這又是做半桌困難的地方 又是它最有樂趣的地方 對 我覺得每天都是一種挑戰 把一道道美味佳肴 送進客人的全尺間 黃老遠父女希望 把在地的版斗文化 留存在台灣人的生活裡 想要留住的 是這些老回憶 老滋味 藉由不同的人情味 傳遞新的溫暖 新北京山地區 受惠於火山地質 這裡的地瓜 還有很高的營養價值喔 口感佳 而且甜度高 賴家一家人就是靠著這地瓜 賴以為生 但因為父母年事已高 沒有辦法耕作 天地逐漸的荒廢 不捨童年記憶就此消失 瓜農二代賴家華兄弟返鄉 接手這地瓜田園 將觀光元素融入傳統的農業 替小鄉村開闢新財源 開始挖地瓜囉 我要開始挖地瓜 來 每年的7月到11月 是金山地瓜的產季 把教室直接搬到地瓜田 親近土地 就是最直接的持農教育 我們要先把葉子 把藤蔓割開 我們大概會抓一個距離 大概這一個地方 然後往上勾 往上拉這樣 為什麼這麼難過 這樣好像在切菜對不對 我們通常用拉的 勾住它之後拉 往後拉 對 往後拉就可以了 真的是師傅領進門 修行看個人 挖地瓜之前 簡單地清除刮藤動作 就可以讓人汗流浃背 找到地瓜了沒 找到了 我等了 好棒喔 好棒喔 刮到的時候就很開心 可以刮到那麼大 考試100分的那種感覺 書本上學不到的經驗 變成有趣的體驗 以前上一代苦哈哈的體力活 如今變成鄉村旅遊的賣點 大人小孩都可以當個一日農夫 但是地瓜是快根的作物 所以它底下會有頸根 黏在泥土裡 好多喔 很多對不對 對 你要抱住它搖一搖 OK 搖一搖 然後你會感覺到 有飄飄的聲音 所以它底下可以鬆開 鬆開之後 這個動作就是 讓你試著拉看看好不好 通通 1 5 對 拉起來 有嗎 有 對 沒錯 耶 可是成… 這一串地瓜好多喔 這好大顆喔 對 你看它這一串裡面就生了 1 2 3 4 5 6 7 7顆耶 對啊 所以在底下不一定嘛 彎著腰一行一行的採說地瓜 就是看天吃飯的苦力活 爸媽靠著這片地瓜園 養大賴家雙妹三人 金山地區因為地理環境的獨特性 種植台農66號地瓜為主 以松棉香卵聞名全台 這裡是沙子土 所以這裡的土質啊 還有我們大概到 11月左右後東北季風 然後這裡又是海風口 那這裡是沙土 又是火山鹽堆積出來的土管 一個排水特性非常好 那一個日夜溫差 那一個有海風長年在吹附的關係 所以它的甜度會非常高 然後它的口感 它的鬆軟綿密的口感是好的 所以就像地瓜來講的話 每一年大概還是供不應求 獨有的好山好水 孕育了地瓜甜心的美味 肥沃的火山黑土富含礦物質 加上鄰近陽明山 所仰賴的灌溉水源 是幾乎沒有受到污染的山泉水 種植出來的地瓜 保水度充足 各個渾圓飽滿 格外綿密細緻 金山的地瓜 其實它主要它是靠四條的 那個溪水在做灌溉 那其實你從地圖上找起來 大家都叫清水溪 我們當地都稱為它會沖河溪 從這裡開始就屬於 國家公園的保護區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水質是相當的乾淨 蟲河溪發源於陽明山 國家公園的大屯山群 因為上游段位於國家公園 所以中下游段沒有遭受污染 原生魚種豐富 水質相當的良好 蟲河溪旁的生態園區 則提供了大家一個清水 細水的休憩場所 也成為當地居民的後山祕境 這個就是水源地下來之後 它有一小段的河道 那這個區域原本是這個村莊的小朋友 包含金山的小朋友很多都知道的一個地方 那一直到大概三四年前的時候 因為河道它整個崩塌坍塌 所以那個我們地方政府的農業局 它就來做河道的整修 那這樣的河道它經過整理之後 事實上它就變成相對的比較淺 然後像我們在地的一些居民 它就很容易下降到這邊 然後帶小朋友來玩玩水 踏蠟水這樣子 聊起從小生長的環境 賴家華彷彿彿回到過去的時光 早年物資匱乏的年代裡 爸爸媽媽靠著種地瓜為生 每到地瓜的採收期 他和弟弟總得當個小跟班 蹲在泥土堆裡幫忙採收地瓜 長大之後也曾試著逃離 但心中依舊割捨不下 其實我原本在電子的通路商服務 以前父母在做的時候 我們就是義工嘛 免費的義工 所以就會變成說 架子你就會回來這邊幫忙這樣子 幾年之後你會發現 家裡的地瓜種得好像越來越少 因為父母年紀大了 那其實你心裡面大概 我們兄弟都一樣 都有一個認知就是 這片田啊 大概後面主要的責任 會落在我們身上啦 家在哪裡 心就在哪裡 那是不管離得再遠 都放不下的牽掛 於是賴家華號召弟弟一起回鄉 那我們待會兒要一層一層一層 往上蓋 然後那個圈圈要越來越小 兩個石頭中間放一個 然後往這個遠的中心點靠近 那一層一層一層 那最後蓋起來就像是一個小山 一個金字塔一樣 所以就是下面的要先堆大塊對不對 對 沒錯 對 就倒掉了 對… 那又要重來 對… 都會區 老實講她的生活步調很快 那當然會有相對的壓力 在那個時候因為 媽媽想要放棄這裡 這裡是我們從小到大看著的 也是生長的環境 我們工作算暖順 對… 對… 那也想了一下思考一下 是不是暫時可以停下腳步 回到最初始的地方 賴家龍說 爸爸媽媽在金山種了一輩子的地瓜 直到年紀大了 體力無法負荷 八年前 媽媽患了肋風濕性關節炎 連走路都成了問題 不捨爸媽辛苦一輩子的心血 就此荒廢 於是賴家龍二話不說 捨棄月薪十萬的殯葬業工作 跟哥哥一起回鄉接手地瓜園 聽到噴噴噴的聲音 有對不對 這個冬天來應該不錯 因為冬天會群暖 夏天會覺得不錯 對… 冬天會比較舒服一點 對… 但是現場一樣 又發了… 越望越好 越好 那你知道投籃要空心進洞 九宮格 也是一個九宮格 對 這裡只有一個 所以要投…目標明確的 目標明確投進去好不好 對…很棒 繼續… 一二三 對…好 就是這樣 對…好 接下來速度要快了 要把土蓋起來了 對…要快… 所以我們食物 待會兒是用悶的把它悶熟 爸媽原本建了幾座磚窯 讓大家來採地瓜 烤地瓜 兄弟倆回來之後 開發一系列的體驗活動 讓大家從堆窯生活 體驗最傳統的農家生活 準備開窯囉 經過一個半小時之後 我們要看一下 我們剛剛堆的土窯是不是成功 然後把土往後剝… 整個把它剝開 就跟尋寶一樣 你有感受到溫度嗎 有耶 然後把地瓜輕輕地撈出來 輕輕地… 輕輕地 我們是今天的寶 地瓜 今天第一顆 第一顆寶 熱騰騰的地瓜出爐 剝下來帶著炭火香 有著綿密的口感 除了地瓜 也要烤出來的土窯雞 每當一出爐 濃濃的蒜香哭鼻 肌肉吃起來多汁而不柴 總是讓客人讚不絕口 搖烤的美味 就像回到農村的兒時記憶 也藉由它帶來人氣 但兄弟倆回想起剛回來時 不只家裡沒有人贊成 連左鄰右舍都等著看笑話 其實自己的父母看了會不忍心 然後覺得說你找到高 沒來沒去做這個 基本上你要回來之前 大概所有人都反對 就是父母做了一輩子 然後覺得這沒有辦法養家活口 你一回來大概面臨的 就是轉型跟升級 轉型跟升級寫下來 只有四個字 但是他要投入的成本精神 還有失敗的那些都是成本 回鄉那一年 剛好碰上地瓜欠收 打壞了他們所有的計畫 沒有收入的日子 過了快要半年 收入累減要養家活口 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肥產季的時候 賴家龍還得開計程車 哥哥賴家華則是要靠接零食工 來維持開銷 當初是因為自己喜歡吃 師傅說他會做 我說那我們來做看看 因為那時候忽然間 忽然間沒有客人 所以滿熟的地瓜 所以就把它做成這個東西 把它下下去 下下去之後 這時候前面大概兩三分鐘 輕輕的去 就盡量不要去動它 因為不然它會閃掉這樣子 這幾年他們開始思考轉型 賴家華不斷地嘗試 開發地瓜的附加產品 像是地瓜球 地瓜吐司 地瓜麵包 或是地瓜薯片 讓台味十足的乾薯 也變得時髦起來 另外他們也結合老農的力量 借助他們專業的知識和經驗 老農以前面臨炙燒的問題 也獲得了改善 年輕人回來的 來這邊幫我們促銷 你們負得中 對 我們就很專業地 在培養比較好吃的地瓜 有漂亮的地瓜 兄弟倆共體時間 除了舉辦活動 推廣空窯體驗 轉型觀光農場 生活也漸漸地穩定 但在他們心裡 仍有著說不出口的遺憾 我們常常在講 就是還好我們有回來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大概回來第三年 第四年 我爸就心肌梗塞就離開了 我想念爸爸 長輩一路這樣帶走我們 很辛苦 其實當時他離開 就是你會覺得很突然 忍不住悲傷 因為幾年前父親開車出門時 突然間心肌梗塞 離開人世 意外來得突然 好多話都來不及說 也是五場先到 還是明田先到 所以我覺得 在住人之間 不用太計較 隨遇而安 雖然父親不在身邊 但是這片土地 孕育出來的地瓜 有著一家人齊心努力 經過汗水耕耘的感動 年輕的二代台農 翻轉傳統農業 用新的經營模式 要打造出更多元的金山產業 新北市酒份是許多人 來瑞芳旅遊 一定都會排進行程裡的景點 除了可以到老街吃小吃之外 這間爆紅的隱藏版美食 不管是平日假日 總是一味難求 老闆寬哥自製的五載魚一夜乾 是很多陶客的最愛 魚肉細緻軟嫩又甘甜 是很棒的下酒菜 老江爆炒小卷 香氣逼人 新鮮的小卷 軟嫩多汁 而香煎過的松板豬肉 口感脆脆的 肉質非常的扎實 搭配鮮酥沙拉 感覺豐富又有存刺 簡單樸實的老宅裡面 就像深夜食堂一般 即便是藏身在隱秘的山林當中 還是吸引了不少 慕名而來的靠客 滅山環海的水晶酒 是台灣十大觀光景點之一 雪南洞 金瓜石 酒糞 以著基隆山的懷抱 眺望遠方 漁船穿梭 造就得天獨厚 特殊的山城文化 放眼望去整個山谷 老房舊宅 依舊保有濃濃復古的風情 運氣好的話 可以看到壯觀美景 是許多都市人遠離晨宵的好地方 尤其煙雨萌萌的山城 就像蓋上了一層神秘的薄紗 也有一番風味 來到這 除了欣賞風景 這間位在山中的隱藏版美食 更是吸引國內外無數掏客 蠻驚豔的那個一夜乾真的蠻好吃 就是蠻酥脆 然後裡面很嫩 蕭卷就是很新鮮 然後它用薑下去憋著 所以就味道很夠 很舒服 而且感覺很藝術 因為他們在一起的各種部分 所以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哪裡過來的 美國過來 喜不喜歡這邊 喜歡 為什麼喜歡這邊 因為看起來好看那個在哪邊 燈好棒 燈好棒 燈好漂亮是不是 走進這間餐廳 只見各式的漂流木桌椅 復古木櫥 石板牆壁 搭配一盞盞暈黃的燈光 給人一種溫暖的感覺 你在都市裡面混久了 你就發現說金光石這裡 才是室外所或者室外島 這很適合人居住 風景很優美 你看它山的行程 然後跟海的呼應 太美了 對 太棒了 第一眼看到寬哥時 外表讓人感覺 有些藝術家的氣息 畫少少的 酷酷的 好像不容易親近 但稍微熟悉之後 又會感覺到 他天生的浪漫和隨性 那你覺得咖啡對你來的時候 像什麼 生命中不可或缺的東西 我一起床 三十分鐘內沒有咖啡 我馬上像感冒一樣 儘管山上氣候不佳 飄著小雨 但坐在店裡喝杯咖啡 讓心靈沉澱 就可以感受到那份悠遊自在 原本以為這只是網美打卡店 沒想到餐點的表現 更是讓人十分讚不絕口 像店裡的招牌一葉乾 從食材的來源 就要嚴格的把關 這個漁獲是我們 大約一個禮拜會去三趟 二 四 六去採買 差不多四五點出 差不多四點半出門 差不多到六點 六點前就要到市場 這個是五魚 我們是使用五魚的魚種 去做一葉乾 一開始有用青魚 跟老爸試了之後 還是做五魚會比較好 但是相對五魚的成本比較高 它的肉質比較平均 然後也比較多 油脂也比較多 對 我們做烤魚的動作的話 它的油脂會鎖在肉裡面 比較多隻 不會像其他魚種會比較乾 比較柴 不論晴天雨天 大兒子王允恩都要早起 去台北漁獲市場補貨 回來之後剖魚去塞 他的好朋友姚棍雨 則是負責清除漁林 兩個人分工合作 是寬哥最好的得力助手 我以前還沒有他們 沒有他們來上班的時候 都是魚 都是我自己一個人 我一天要 有時候多的時候 一天要三香 將近一百條 很多人做一葉乾 他們都加什麼味靈 加什麼清酒 加一些什麼的 我個人是比較偏愛 就是只有鹽巴 一葉乾源自於日本北海道地區 在冷凍技術 還不普遍的年代 當地的漁夫 為了保存鮮魚 而發明了這種醃漬 風乾的處理方式 它那個鹽巴 跟魚肉的蛋白質 做一種熟成的作用 但在這熟成的過程當中 它必須要有一個 一些條件 比如說一個低溫 因為源自於北海道 他們就是利用那種海風 很冷的海風 然後去把它吹乾 所以說溫度還有風量很重要 另外濕度也會影響風乾的時間 山上比較潮濕 所以冬天風乾的時間 會比夏天還要長 這些都是不斷摸索得到的經驗 寬哥回想起當初 跑到人煙稀少的九份金瓜石 來開餐館 感覺人像一場夢 退伍之後是做模板工 有一天下午沒有工作 我無聊 然後我就跑去那時候的成品 然後就看到有一本書 上面寫著打開咖啡館的門 那時候當下我就一直覺得說 我要這樣子一輩子 在工地工作嘛 於是就憑著一股浪漫的想法 和熱情 寬哥辭去收入不錯的工作 回到互相金瓜石 打造開咖啡廳的夢想 但整整做了之後 才發現一切不如想像中容易 我是大概這個季節 十二月冬天的時候去賣咖啡 然後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好像是 巷神颱風過後 那時候九份附近的人 來笑我說我們是瘋子 這個時候來這邊賣露天咖啡 我就覺得 對啊 我也是覺得 因為我做事情 我只是想去做 我不會去想很多周遭的事情 大約十年前 金瓜石不要說路過課 連旅課都不多 有時候一天 幾乎都沒有客人上門 我就傻傻的每天就是開店 那我常覺得說 我今天如果能夠賣個 一杯咖啡 兩杯咖啡 其實好像就是 夠我自己過火 可以買便當吃 買米煮飯的那種感覺 有客人就煮煮咖啡 沒有客人就看書 聽音樂 唱唱歌 日子就是這樣 寬哥說他只能不斷地告訴自己 堅持下去 以後會不錯 除了咖啡 因為自己最愛意大利麵 他也到處鑽研 甚至買了一台製麵機 賣起意大利麵 自製的意大利麵條 軟Q中帶有嚼勁 吸附了醬汁之後 再搭配新鮮的蛤蜊 吃過就會上癮 另外全程自製的一夜乾 也吸引不少人慕名而來 很多人根本就搞不知道 一夜乾是什麼東西 那後來我就想了個辦法 就把魚掛在我的門口 很多人就一整排的魚 大家都會覺得很好奇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很多人就會拍照 一個無意的舉動 讓遊客不停地拍照打卡 山中秘境的美食稱號 也不進而走 你要看到它有開始出油了 然後它表面是乾的之後 然後紅紅亮亮的這樣子 就可以收 就待會兒它收成就可以收了 太潮濕的話 它有時候它的顏色 可能會比較沒那麼漂亮 但是它的出油的量 還是會出來 我們烤的時候我們的技巧就是 要把魚骨頭烤到酥 甚至魚骨頭都可以吃 所以很多時候收回來的時候 整條魚都是不見的 這個是雪花豬肉 然後我們選這個肉質 是因為它的油花比較平均 它吃起來比較嫩 有點接近松阪豬的口感 小卷就是包過的薑片 然後它靜質的話會很脆 薑片的油 我來包一個小卷 有點像用畢的方式做 然後它兩面 都成焦黃色的肉 裡面的手頭 然後大火 最後靠大火 然後再拌它 然後加點風滑滋味 東北角產地直送的新鮮小卷 超級鮮甜 搭配薑片和醬料 鹹香撲鼻 連寬哥看了都忍不住食指大動 多了一百分鐘 好像在剝我自己 因為我把這道菜做得太好吃 嘴裡吃著兒子做的菜 心裡有著說不出的驕傲 但一個是浪漫的旅人個性 一個是專業科班出身的新世代 當初也經過不斷的衝撞和磨合 有一次我們大炒 大炒完就是 我們三個就是分島揚鑣 就這樣足足一年 我們其實基本上 我們前三個月我們就後悔了 經過這長達一年的冷戰 衝突到和好 父子之間感情也更加的升溫 那我兒子其實就像我的玩伴 會陪我去騎腳踏車啊 對啊 做菜給我吃還不錯 我不知道哪邊 哪根精子不對 我就是問他說 你有想我嗎 他竟然說有 這樣子 他那個回應我開心一整天 很到現在吧 我也是從他身上 慢慢學到很多經驗 然後自己在帶人的時候 也是在傳承他的經驗 一直這樣下去的 很多餐飲業者 最擔心的就是找不到人手 有很多人問寬哥 他怎麼把年輕人留在山上 他給了這樣的答案 最重要是我給他們空間 我給他們空間 我不管他們 我讓他們自己 讓他們自己喜歡這個地方 唯一的條件就是說 你不要盯住他們 堅持自己的夢想 雖然過程總有艱辛 但寬哥證明了 只要你肯努力 就會離成功更進一步 就想說 怎麼會搞的 我們到了 駱哥 我看到了 他對他 我們從天早就做了 送他 你 他